在每个十字路口 选择圣经所指的方向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赛亚书第48章 这一章 天赋要透过以赛亚先知 来对以色列人 说说话 就像一位充满期许的父亲 语重心长地向孩子们 诉说自己的看见 相信每一位神孩子 都能从这次的谈话中 更明白天父爸爸的心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第48章 以赛亚书第48章 雅各家 从古时说明 已经出了我的口 也是我所指示的 我忽然行作 事变成旧 因为我素来知道 你是顽梗的 你的颈像是铁的 你的额是铜的 所以我从古时 将这事给你说明 在未成已先指示你 免得你说 这些事是我的偶像 所行的 是我雕刻的偶像 和我铸造的偶像 所命定的 你已经听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 你不说明吗 从今以后 我将心事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 隐秘事指示你 这事是现今造的 并非从古旧有 在今日已先 你也未曾听见 免得你说 这事我早已知道了 你未曾听见 未曾知道 你的耳朵 从来未曾开通 我原知道 你形式极其诡诈 你自从出胎以来 便称为悖逆的 我为我的名 站前忍怒 为我的颂赞 向你容忍 不将你剪除 我熬练你 却不像熬练银子 你在苦难的炉中 我拣选你 我为自己的缘故 必行这事 我焉能使我的名 被亵渎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 归给假神 雅各 我所选招的以色列 当听我言 我是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我手立了地的根基 我右手铺张诸天 我一招呼 便都立住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 他们内中 谁说过这些事 耶和华所爱的人 必向巴比伦 行他所喜悦的事 他的绑壁 也要夹在迦勒底人身上 唯有我曾说过 我又选招他 领他来 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 我从起头 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 自从有这事 我就在那里 现在 主耶和华 拆遣我和他的灵来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教训你 使你的益处 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圣愿你速来 听从我的命令 你的平安就如河水 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你的后裔 也必多如海沙 你腹中所生的 也必多如沙利 他的名在我面前 必不剪除 也不灭绝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迦勒底人中逃脱 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 耶和华救赎了 他的仆人雅各 你们要将这事 宣扬到地极 耶和华引导他们 经过沙漠 他们并不干渴 他为他们 使水从磐石而流 分裂磐石 水就涌出 耶和华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天父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教训你 使你得益处 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亲爱的朋友 天父的教导 从来都不是为了掌控我们 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是单单为了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在生命中得益处 看见他原先为我们 所打造的美好丰盛的人生哦 所以鼓励你 每当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别忘了继续跟随圣经 指引你的方向 相信有天父的带领 你将会在生命中 经历许多美好的事物 也会看见超乎想象的美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带领我的一生 引导我的脚步 使我的生命得益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一生跟随主 为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